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历史流行问题 对吧 这个重了哈 然后过一个a等123abc是个字符串对吧 然后alerta typeof加a加1是正a呗 一元正负运算符是不是给它已是类型转换 会把它转换成数字 对吧 别管能不能转换出正式的数字 反正它会转换成数字类型 你打印出来肯定是number 对吧 实际上它转换是多少nn吧 飞飞A呢 这个typeof 飞飞A 波尔对吗 波尔对吧 波尔类型 对吧 波尔类型 这个呢typeof A加字符串 Stream吧 是不是空串 A加空串 对吧 alerta这个1和1相等嘛 有已是类型转换的等于吧 他俩想等嘛 不等任何东西吧 他俩想等嘛 都说不等任何东西了 对吧 这个呢 答案出是4个1 对吧 千万不能是22 对吧 这个呢force吧 percent 123abc percent有截断数字的这个作用 对吧 截断数字有123 这个是没学的 但是你可以回去试一下 123123 345 789 to fix 干嘛的 对 科学基础法 对吧 保留几位有条数字 对吧 等于123 456789 行456678吧 然后现在呢 咱打印一下 num.to fix fonsaf就是保留三位有条数字呗 并且四舍五入吧 是不是最后这是 456 后面678 把678是不是四舍五入了 这是科学基础法 就是保留几位有条数字 四舍五入嘛 这块放个三 就是456吧 对吧 四舍五入 最后一个 type of type of v 是吧 sdream吧 是不是sdream 这考的是啥 考的是 第一点考的是 知不知道这个未经声明 就使用了这个A 这种情况是不报座 对吧 没经声明就使用了 这种情况是唯一不报座的情况 对吧 然后返回一个安定范的 安定范的 再一菜报 我是不是自不串安定范的 返回sdream 对吧 最后是sdream吧 好 没问题吧 行了 接着讲 我说一下 咱们前四堂课吧 咱们课程内容不是很多 因为咱们这个 就是前四堂课吧 这块吧 可能说从csd跳到sdream吧 每次吧 这个无论是七七还是六七 每次讲的特别 讲的稍微快一点的时候 就有部分同学跟不上 所以咱们这四堂课呢 讲的东西不算很多哈 但不是说以后每堂课都这样 所以向前给你提个醒啊 你可能现在觉得每堂课两个点了 对吧 对吧 从下堂课开始 每堂课基本上三个小时了 这四堂课就是过度一下 那东西是吧 过度一下支持点也不少吧 对吧 还行啊 也不少啊 从下堂课开始 因为这个进度肯定是不行的 这太慢了啊 这太慢了 咱们javascript加起来好多节课呢 正常情况下就是按多的讲 我都得讲两三个月 javascript啊 javascript是咱们的一个核心源 所以说 每一块的节奏 我都是精心调配好的 每一块的作业怎么留 怎么来写这个东西 怎么来练习 这都是精心设计过无数遍的 所以这一块听说 你atmr和css 你前期可能说现在旺点了 漏点了 那都没关系 现在和那块暂时都搭不上 所以javascript你一定得 拿出之前好几倍的努力 来学这个东西啊 javascript 我跟你讲 javascript这个东西呢 它从头到尾它不难 但是它是一个过渡性的东西 咱们前段工程师啊 比如说前段这个岗位 很多人都叫这个gs工程师 知道吧 gs工程师啊 你javascript javascript简称gs javascript你的底层基础 直接决定了你的上层见 就是后面学的一系列东西 什么cssrkm 我中文就说过 什么nopegs啊 全是基于这个来解的 如果这个学不好的话 后面就学不太明白了 能懂得懂 是吧 但这个没那么难 但是我讲的东西很深 我讲的东西很深 就是我讲完了之后 基本上你能把javascript 所有的知识点 没有遗漏了 任何编较都不会留 但是很很深啊 而且这个javascript 它一个语言的构建 就是先深后浅 就是深入浅出那种感觉 所以这会儿啊 我提个醒啊 提个醒 所以这次堂课完了之后 回去 赶紧好好把这四堂课的东西 巩固巩固 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堂 属于这个过渡课了 今天讲function 讲了function之后 基本上和css javascript和css之间的这个一同 基本上就完事了 就是 由一个语言转移到另一个语言 这个过渡 基本上过渡完了 接下来这个东西呢 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陌生感 所以接下来咱们的课时量要增加了啊 懂我意思吧 课时量增加了 可能下一次开始 可能说从10点上课 咱们讲到1点钟啊 咱们讲1点钟啊 提个醒啊 这两堂嘛 就先过渡一下 包括很多东西啊 变量你都不了解 函数啊 根本就没见过对吧 很多都没见过啊 这两天过渡完了之后 咱慢慢来啊 下堂课听说 我给大家提个醒啊 提个醒啊 这堂课 这堂课你一定认真听 我跟你说 下堂课就是咱们JavaScript历史里面 或者说整个课程体系里面最难的一堂课 叫做B包 啊 叫做B包 最难最难就是这些课 就这些课的知识点 一般我都这么讲 它知识点不多 知识点我要顺着讲的话 一个小时讲完了 但是往往这一个小时得重复两遍 那懂我意思吧 特别特别的难啊 下堂课 但是下堂课这课不会之后 以后的JavaScript一马上上了 特别简单 就这下堂课 特别特别的难啊 这个难呢不是因为它知识点难 我在你强调那边 不是因为知识点难 如果说论难一知识点的话 后面有很多知识点比这个难 但是由于后面你已经熟悉这个语言了 你已经熟悉它的基本规则了 所以你学起来特别崇畅 这块就是在你刚刚不熟悉的时候 忽然来了一个难度值极高的一个东西 啊难度值 就是和你之前学过的编程语言全都不一样 这块 这个JavaScript的B包机制是JavaScript最强大 也是最恶心的地方 啊 行了 讲B包之前呢必须得先了解函数哈 今天开始咱们就学函数 函数这个东西呢 之前可能在你的印象里 可能不太了解编程的 或者说你本来记得一专业 你也没怎么停课的对吧 一考试就是 那种抱着大腿那种对吧 你可能也不太了解对吧 函数这个东西呢 不管你了解多少 不管学校老师怎么讲的 我希望你都忘掉他 没有用啊 老师讲这个东西 基本上给你形成个第一印象 这个第一印象一般都是错的 所以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听了还不是不听的 函数吧 咱一开始慢慢来哈 先不说函数啥东西 咱看看为啥需要函数 数学里面是不是有函数 数学里面函数代表啥意思 代表公式代表关系对吧 数学里面一定一个函数代表 谁乘谁再除几加什么几 一系列运算等一个数对吧 等一个等等式 是不是他管这个叫函数 叫一个关系的集合对吧 换句话抽象起来 数学管这个关系 把这个东西抽象出来 叫一系列功能的组合 一系列功能的集合 或者一系列功能的通式 叫做函数对吧 是不是数学里面抽象出来的 咱们这个函数和那个比较像 但是别着急哈 慢慢来 咱先从函数单身开始哈 就开始呢 为啥说叫函数呢 首先从函数的功能出发 比如说现在有个EF语句 咱下写了EF一大约0 然后3条语句 这块儿写3条语句 别的吧 我就写上吧 嗯嗯 当然了真正代码比这复杂很多啊 然后再来一个if 可能说在后续好几十行代码之后 if2大约0也是这三行 来 然后后面再来if3大约0还执行这三行 然后后面有很多很多很多这样的东西啊 说明什么东西呢 就是咱们这个程序有可能说满足一定条件之后 咱们要执行一块代码 或者执行一个功能的东西吧 满足一定条件之后要执行一个功能 而且这个条件呢满足了很多次 或者说满足了很多条件之后 或者说任意满足一个条件都执行这个功能 能看到我的意思吧 就是满足哪个条件都可以执行这个功能 所以说你看我要这么写的话 是不是这个代码重复程度非常高 是不是全是重复的 就跟咱们css写那个写这个属性一样 第一个宽高100红色 第二个宽高100绿色 第三个宽高100 这个这个其他颜色对吧 是不是宽高100全重呢 然后咱们css里面就想个招了 哎 分组选择器给你提出来对吧 是不是简化 分组选择器 咱们这个呢 javascript里面这种重复也是不能容忍的 咱们管这种重复呢 叫 偶合 偶合 偶合是词听过吗 偶合翻译一下就是重复 重复冗余的 就有些说话 说一句之后重复三遍 知道吧 偶合度非常高 这种东西叫偶合 这个代码呢 这种偶合代码 咱们管叫低效代码 咱们编程要讲究一个原则 叫高内聚 弱偶合 听过吗 编程要讲究一个原则 叫高内聚弱偶合 什么意思 就是把相同功能的代码抽取出来 放到一个黑匣子里面 放到一个黑匣子里面 每次你在用的时候 你掉这个黑匣子就好了 你不用每次都自己写 是不是和咱css那个原则差不多 叫高内聚弱偶合 咱们javascript里面也存在了一个能封装成黑匣子的东西 咱们就管的叫做函数 比如现在我写一个函数 我先写函数一个样子 你看一看 这个东西可能是你没见过 但你别着急 你就先看着 写一个function 然后随便起个名就跟变量一样 这个function是个关键字 它就跟那个word没什么太本质的区别 然后后面跟一个函数名 函数有个样子 就是加括号加大括号 一会来说这个东西 这就代表一个函数了 然后这个函数呢干嘛呢 函数就相当于一个做好的手机一样 我把这个功能放到这 这个手机包含了很多功能 然后每次你想在用这个手机的时候 你不用自己去造 你只用调用一下手机的打电话方法就可以了 来 看我的写法 来宝孙 现在 我把这三条功能写到了这个函数里面 接下来呢 当我想执行这三条功能的时候 我直接写函数名后面加一个括号 就可以执行 没事 你让他慢点 你让他慢点 让他慢点 对对对 让他别着急 大家看这 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有三条语句 怎么样执行这个三条语句呢 其实很简单 当你调用这个test的时候 这三条语句就执行了 怎么样调用 就写上函数名加上一个括号 这就好使用 比如写上一个函数名加上这个括号 这个函数就会执行这三条语句 能懂我意思吧 这是一个基本的用法 然后这个能执行几次呢 我先把它注视掉 其实他不是一次性了当的 就直接一次完事了 没那么简单 你写上一次执行 他就会执行的 你再写一次呢 他还会执行一遍这三个语句 能懂我意思吧 这个是不是之前和咱之前借助语法 有点稍微有点不同 对吧 它比较特殊 它就相当于把这个东西放到一个箱子里面 这个箱子呢 就是test 然后这个箱子 咱可以不断调用这个箱子 让箱子里面的语句挨条执行 不断调用不断执行 它可以执行无数遍 但现在你想执行这三条语句 是不是调用一个test就好了 不用说每次都写了吧 对吧 你看是不是执行两遍了 执行两遍 如果你再想执行的话 执行第三遍 这样就可以了 对吧 这样写的话 比之前重复写这三行代码 是不是好多了 就解决了一个呕合度的问题 对吧 那接下来就是说 当满足一大于零的条件的时候 我要执行这三句 执行这个功能 是不是这样写就可以了 当满足二大于零的时候 执行这个功能 是不是就可以了 当满足三大于零的时候 再执行这个功能 是不是就可以了 不用说自己挨个去写了吧 这是一个函数最基本的一个用法 叫简化代码吧 是不是最最基本的 没有比它再基本的一个用法了 这个不用我强调了吧 这个很简单 对吧 然后咱不讲这个函数这个形式 先不来 咱先试试 咱先混个眼神 对吧 这个函数还能干嘛呢 就是这个函数的里面 可以写上一些 就是你把代码写到外面 和写到里面 没什么区别 都能执行 对吧 那咱们把这个代码写到里头 再看看 比如说函数里面 我定一个a等123 还是里面定一个b等234 然后呢 定一个c等于a加b 然后输出这个c 能办到吗 执行 执行它之后 是不是咱就让这四条里去去执行 对吧 这么写执行吧 tas的加括号 然后保存刷新 它是不是得三五七了 对吧 最短时间相加了吧 比如说函数里面的代码 是不是等到咱们让它执行 才能执行 或者说我不写这个 这就是一个正常的函数吧 函数干嘛的 就跟变量一样 就是个框 只不过函数这个框 里面装了很多条语句吧 变量那个框装数据对吧 函数这个框 简单的说装了很多条语句对吧 其实函数也是个引用值 那个一口再说 就这个框里面装了很多条语句 但是你不让它执行 它说不执行 你让它执行的时候 它才会把这个里面的执行 怎么让它执行 是不是这么调用 对吧 而且可以让它执行多次吧 是不是这是函数的一个基本应用 可以弄弄一下吧 函数一个基本应用 白衣服那姑娘 没睡着吧 你看面无表情的 很僵直 是刚进来 洞上没放过来的 这外面确实挺冷 我看这两天温度已经达到0下20多度了 出门主一定注意保暖 0下20多了已经 20多了 今天最高零上 今天最高零下12度啊 挺冷的哈 然后这是函数的一个基本应用哈 来来来接着瞅哈 这是来听说这是函数的一个基本应用 这是最基本的啊 然后咱再写 写什么呢 咱这样 我想让这个函数啊 你说既然函数它能把一个语句圈到它这里面 那但凡能圈到一个里面呢 咱是不是就可以抽象出一类功能出来 就像咱们CSS先定义class后往这个元素深圳加一样 是不是叫先定义功能后往它深圳加 是不是一个逆反的顺序 咱函数也可以吧 咱函数 正常来写的话 先把那功能抽象出来放它里面 是不是叫 解偶核 对吧 把这个通用的功能抽象出来 解偶核吧 如果你先定义功能 然后再一个去用 是不是叫定义一个功能了 对吧 如果这个函数的功能就是输出ABC 或者就是输出一个什么种语句 是不是函数就有一个独特的意义了 比如函数里面就做一件事 就要输出 输出什么呢 输出Hello World 那你下一次再想输出Hello World的时候 你说不用自己去写 直接调用这个test就可以了 你什么时候想输出 是不是什么时候调用就可以了 这样吧 它是不是能代表一个功能 这都是最简单的说对吧 最简单的说 所以函数吧 它的应用很多 慢慢来 咱们正式开始讲一下函数 函数呢 它分为几种定义形式 就像变量一样 变量是否定义 现在生名变量对吧 函数也是 函数也得定义 定义函数的最基本的形式 就是先写一个function 这个function就跟Wall一样 它是个关键字 function什么意思 方法功能对吧 方法功能函数 这也是本身的功能 然后定义一个变量 是不是得加一个变量名 定一个函数也得加一个函数名 其实函数听说函数和变量 没有太大区别 函数就是另一种类型的变量 它和那个数组和对象 差不多都是引用值 也就是它的战略存 里面是不是存的一个地址 就现在 我声明一个函数 test 这叫声明一个函数test 这个test它也是一个变量 只不过它的声明形式不用word 能够对吧 test也是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里面存的是一个函数体 也就是变量 也有站内存 也有堆内存 知道吧 站内存里面存地址 堆内存里面存的内容 这个能够对吧 这是站内存 堆内存一个东西 现在这个函数你要定义的话 首先有function 然后有函数名 然后后面 还得加一个小括号 这个小括号你不加 是不行的 必须得加 这是一个固定格式 固定格式 小括号后面呢 加上一对大括号 大括号里面写的是函数体 也就是代码体 知道吗 写代码体 这是一个函数的基本形式 然后你在里面写任何语句 它就能把这个语句 保存到函数里面 下次你执行函数的时候 它就会挨条执行的语句 OK吧 这是函数一个基本应用 这个比较简单了 这是函数的一种定义形式 另外呢 说一下这个函数名 这个函数名和变量名 起名方式基本上差不多 懂吗 起名方式基本上差不多 就是也不能以数字开头 对吧 然后这个可以这个 下滑线什么种的 对吧 那些东西 然后我说一下 如果函数起名的时候 你是多个单词起名的话 正常函数起名 不可能这么简单 在公司里面 比如说 你是什么什么功能 什么功能 你就得拿多个单词来拼 当然你英文可以不好 你可以先百度嘛 百度完之后 你拼一起就行 对吧 但凡你会抄就行 然后比如说 咱拼一个功能 叫 the first name 如果是多个单词 拼接到一起的话 正常这么写不行吗 the first name 我就这么起名字 不行 这有规则的 这个规则不是语法规则 是开发规范 开发规范要求 无论是函数名 还是变量名 你在写的时候 如果多个单词拼接 复合单词的话 你必须符合一个 叫小头峰原则 小头峰原则就是 首字母 第一个单词的首字母小写 往后单词的首字母多大写 这是小头峰 小头峰 第一个单词首字母小写 往后单词首字母多大写 这是小头峰的规则 这能弄了吧 就是命名的时候多重命名 如果一个单词的话 无所谓 多个单词必须这么写 多个单词必须这么写 比如说系统有一些函数 叫什么has own property hasown property 你看 是不是三个单词 own自己的property属性 对吧 每个单词 首字母 首个单词 首字母这个小写 然后后面全大写 这是函数命名一个规则 这是函数的第一种定义方式 叫函数声明 我先写着 叫函数声明 函数声明 然后咱打印出这个 the first time 咱看看是啥 the first name 保存一下 打印出它 是不是打印出的函数体 也就是它是不是指代的是 这个函数体 对吧 你让它去执行 才是执行这个函数吧 所以它是不是指代函数体 这个和C语言和C加加 什么不太一样吧 C语言C加加 你要打印一个指针的话 它给你输出指针里面的地址 对吧 是不是那样呢 包括扎瓦吧 若数据类型语言永远都输出不了地址 听我说 咱们这种解释性语言永远都不可能能输出地址 它有地址 但它不输出地址 它输出地址 只向它一个房间 为什么 它输出地址只向它一个房间 这块区别一下 这是第一种方式 叫函数声明 声明 对吧 然后第二种形式叫函数表达式 就是函数吧 它有两种定义形式 这是第一种 最简单的了 第二种呢 这么来写 比如说 were一个test 等于function test 这也是可以的 在里面定义一个 打印一个a 然后在外面 你执行这个test 是不是也能执行 这也是可以的吧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是不是有点像定义一个变量了 对吧 其实第二种方式吧 还可以衍生出第三种形式 这第二种方式 后面这个名 你写和不写 没什么太大的分别 你要是不写 也行 所以啊 由第二种方式来衍生出第三种方式 就是匿名的表达式 就是后面不写 那你说哪个好呢 有什么区别呢 咱iPhone看一下 先看第一个 先看第一个 它后面起不起这个名字 有什么用呢 比如说这块我起个ABC 我这块如果 如果test等于方式ABC 它最后会变成什么呢 是test代表函数体 还ABC代表函数体的 咱都看一下呗 比如说我调一个控制台吧 咱看一下 咱不在那个document.write了 咱这里面有一个 有调ATIMER的控制台 有调GS的控制台 知道吧 GS的一个调试工具 点这个检查 然后有一个地方叫console console叫控制台的意思 能懂是吧 这块能调试GS 这个控制台 我给你讲 它非常强大 它能直接输出结果 所以说就方便 它能强大到什么程度呢 我给你讲 console就相当于 听说console的执行 console能执行东西的 比如现在这块能执行什么 这个GS代码 是不是能执行 它能执行GS代码 比如console这块 就相当于一个GS代码块 它相当于在哪呢 它相当于在程序的 逻辑的最下面 的GS代码块 比如在你程序执行完了之后 你再执行console 懂意思吧 console执行的时候 一定在你前面 这些东西全执行完吧 这是console 因为console这个控制台 它看起来特别方便 它能直接输出这些东西 比如你想看 有没有test 你直接打test回车 咱就能输出 能懂我意思吧 直接在这试试 你要是在页面里面 是不是得这样 这样输出 才能看出来它容易 对吧 那你在控制台里面 直接输出去 能输出吧 是不很简单 因为咱有test这变量 咱看下有test的吗 现在 是不是有test的 它只带这个对吧 那咱看一下有abc吗 他告诉你abc is not defined 有什么没有啊 咱不写这的吗 跟你讲啊 这种语法形式 这个叫表达式 这可能后期咱们要讲啊 这叫表达式 你先记一下啊 不管能不能记住 你先记一下 表达式就是忽略它的名字的 表达式就是忽略的名字的 表达式的意思就是 我怎么跟你说呢 这块哈 它定义完事了之后 它也会变成一个匿名的 就是这块 它充当了表达式 它就不能充当一个正常的函数体了 它不是函数生命 所以说这块你写abc也没有用 写abc也没有什么任何的作用 这是这个的意思 所以说 这块要执行 是不是还得执行test的 是不是还得这样 执行test的答应a 对吧 有时候后面的abc 是不是没啥用 那反而说这种情况 是不是更好一些 那咱既然说没有用 那干脆咱用匿名的完事了 对吧 干脆用匿名完事了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个test和这个demo 其实还有点小区别 test上面有一个属性 叫name属性 一回车 是不是答应出的是abc 也说这个函数的函数名字 是不是后面了 而demo的函数名字呢 保存 刷新 demo的name 是demo吧 你说函数都有这个名字吗 都有 保存 test.name 是不是还是test的 比如这两种方式 是不是函数名都是自己 而这种方式函数名 是不是后面了 对吧 只有这点区别了 没区别了 只有这点区别 这是第二种定义函数的方式 叫表达式定义方式 第一种叫命名函数表达式 第二种叫匿名函数表达式 这是两种函数表达式 由于第二种 由于第二种非常常用 匿名函数表达式非常常用 所以后来咱们干脆就把它简化成 函数表达式了 所以说以后咱们指函数表达式 指的都是匿名还是表达式 跟匿名没关系 你知道吧 如果说匿名还是表达式的话 都单独强调一下 这是匿名还是表达式 换句话说 你写后面这个名根本就没什么用 知道吧 没什么用 那干脆咱们就记匿名还是表达式 一把事 匿名还是表达式 什么叫匿名 就没有名 知道吧 没有名 匿名还是表达式 那现在咱看好 咱是不是学了两种形式定义函数 第一种定义形式叫函数生名 第二种定义函数叫函数表达式 对吧 函数表达式 匿名函数表达式 对吧 每种方法都能定义函数 可你自己的喜好 具体有什么区别 咱们下课课才能解除到 那是一个预编译的环节的一个区别 然后接下来咱看这个组成形式 第一种组成形式呢 咱就是老生常谈了 函数的组成形式 咱拿函数圣经来说 必须得有函数的关键字方程 对吧 然后必须得有函数名 对吧 然后必须得有括号 必须有括号对吧 这是组成形式的七一 七二呢 它的组成形式里面 必须得有一个 不必须啊 可选可有可没有的一个东西叫参数 哎呀 这个参数我跟你说 这个参数才真正让函数变得神奇了 如果没有这个参数的话 可能是之前同学们掌握过一些编程 对吧 会一点点编程啊 你可能觉得这个参数就是 可以添可不添的东西对吧 我跟你讲 真正的高级编程 如果没有参数的话 那这个程序就 用不用函数 基本上没什么意义了 参数才决定了这个函数 真正神奇的地方啊 但参数很简单 那为啥神奇呢 其实这个事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咱举个简单例子 就是一个一个 就是一个小提琴 就是二胡 二胡两根弦对吧 二胡两根弦 它能拉出很多曲子 你再给它加一根弦 它能排列组合出更多曲子 你再加一根弦 它能拉出更多更多 更美妙的曲子 对吧 这是一个区别 函数就是 我来的功能 它还是挺有限的 加上参数之后 哎呦 它就变得无限神奇了 这个参数呢 很简单 参数啊 你在这个括号里面 这括号可不是白给的 你在这个括号里面 能填东西的 但你可填可不填 能填 填上东西要参数 填什么呢 随便填 比如说这块填一个name 别的了 这块填一个a 后面填一个b 那这个ab代表啥呢 听我说啊 a和b你写到这儿 就相当于 听我说 就相当于隐式的 在函数体里面 握了一个a 又握了一个b 没有值 懂得意思吧 就相当于在这里面 声明了两个变量 懂得意思吧 那声明这俩变量 啥意思呢 有什么用呢 咱能通过传递参数的形式 把这两个变量来复值 就是在函数执行的时候 我可以传一个 在函数执行的括号里面 可以写一个1 可以写一个2 写什么都行 对应个写两位就行 对应着这俩 这样这个1就会到a里面去 2就会到b里面去 明白我意思吧 这就是它传参的一个形式 那么接下来 我要是打印 a加上b的话 a是不是一个变量 a变量里面放的是不是1 b变量也放的是不是2 所以a加b是不是能求了 就变成3了吧 对吧 然后咱好好关注一下这个形式 我做点区别 c员和c加加里面 包括渣渣里面 这块你要写参数的话 你必须得 int出来 sdream出来 对不对 挺好 在咱们这里 尼克比加沃尔加上就错了 不需要 知道吧 根本就不需要 然后呢 先不说然后的事 咱先练一练 咱看 有了参数之后 为啥这个函数变得神奇了 来大家看这 有了参数之后 如果说我让c等于a加上b 然后document.direct.c 这是不是就叫做真正的函数 什么叫真正的函数 你看 现在这个函数实现的功能是什么 你要别爱的了 叫some 是不是加法 是不是实现两个数相加 这个函数的功能就实现两个数相加吧 我是不是传参数传进之后 这两个数能相加了 然后咱不看这个函数执行 你就看这个函数体 咱是不是相当于把两个数相加的规则给抽象出来了 这个a和b就跟变量一样 因为你每次执行的时候 你传的参数都可以不同 是不是 是不是这个函数就跟咱数学里面的函数一样了 数学里面函数为了抽象规则的吧 是不是xy随便带变 随便带换值 咱们这里是不是 咱们这里的变量就是参数吧 所以说有了参数之后 这个函数就真正变成抽象规则了 而不是原来那种聚合代码的作用了 对吧 原来只是为了聚合代码 不让代码重复的吧 这会儿是不是还有一个抽象规则的作用了 所以说这时候的函数才真正叫函数 有了参数之后 这个东西才变得强的 没参数 它没什么太大用 是不是有参数之后 你每次执行 它运算出结果都不一样 所以才代表一顿功能了吧 你看现在SUM1和2 是不是3 你3和4是不是7 对劲吧 3和4代表7对吧 这样这个函数就真正代表一定功能了 这个参数配合里面的代码 可以组合成无尽种用法 可以去用 因为每次传的参数都可以不同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参数 进行不同的处理吧 对吧 针对不同的参数进行不同的处理 那怎么来处理呢 比如说 咱先别比如说了 我先把这个参数说一下吧 这个参数还没说全的 这里面这个参数 我们管的叫做 你看这里面的参数 它代表实际的值吗 不代表形式值吧 不代表实际值 它是不是就挂一个像这个变量F字Y一样 就是占一个位置的一个东西 对吧 就像占位的一个东西一样 咱们所以说 咱们管它叫这个东西呢 叫做形式参数 像占位一样 它还不是什么 它不是一个数对吧 它里面传的值才是真正那个数 它可以代表任何的数对吧 它只代表一种形式 所以管它叫形式参数 而下面实际值行的时候 传这个参呢 才是实际的值吧 咱管叫实际参数 所以上面的简称行参 下面的简称 实参 实参 就这吧 下面简称实参 行了 咱拿这个参数做点例子 比如说现在 现在 我判断一下 判断 一辅 别断 咱做什么呢 咱做点规则 如果第一个数 大于10的话 就减去第二个数 运算结果 如果第一个数 小于10的话 就加上第二个数 运算结果 行吗 这怎么来写 没算呗 一辅 A大于10 我们就返回 A A-B 对吧 A-B IOS呢 IOS EV吧 A小于10 我们就打印 A加B 然后再IOS 只能是A等于10了 对吧 再IOS 再IOS A等于10 那我们输出 10就完事了 对吧 第一个简单的一个规则 咱看一下 现在应该输出啥 3吧 因为A是不是小于 那现在给变成11呢 是变大于了 就变9了吧 就是这个规则 就是这里面 可以配合很多的东西 咱只试一下啊 就是利用咱们之前学过的 if-else 放行环 再加上行参的一个变化 再加上一定的特殊规则 是不是里面形成一个单独的东西吧 就可以形成一个单独的规则了 对吧 这是函数的一个基本应用 这没问题吧 这个 简单的 特别简单 然后接下来 咱再看 其实这个形成规矩 不着急 咱一会有的是东西练 咱接下来看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个参数吧 这二层的参数最过分的一点是啥呢 也不是最过分的 最强大一点是什么呢 它不限制位数 也就是之前在其他语言里面 你要是行参写俩 你必须时餐给我传俩进去 对吧 或者说你要行参写一个 你时餐只能传一个 不能传多对吧 你要想传多必须写多对吧 在咱们这里 你像渣瓦 那时候我们 一开始我们研究渣瓦的时候 渣瓦比如说public public static static y的fn 渣瓦里面你要印他一个x 你要再想写参数 想想起多个参数的话 你得写点点点 对吧 你学到这了吗 对吧 你写点点点对吧 就代表多个参数 对吧 不定参 但在咱们这里 不需要 咱们这里天生不定参 你随便 行参比实参多 可以 实参比行参多 没问题 没问题 比如现在 我是不是写一个行参 但我就传俩进去了 我不传俩 我传仨 传仨对吧 会报错吗 保存 会报错对吧 因为啥 因为明儿没洗对对吧 明儿没洗对对吧 不会报错吧 是不是没问题 那时候不会报错成个咋用啊 这A到底是啥值啊 你找对应的第一个参数传进来 后面俩参数没地方传就拉倒 对吧 后面俩参数没地方传就拉倒了 可以一起 但不报错知道吧 但不报错哈 就是不报错 你看 这档案A 这档案出来是1吧 那你说行参多 实参少行不行 前仨都有值对吧 那最后一个是啥呢 没有吗 undefined的吧 咱们说了吗 上面写行参就相当于 在里面 word A B C D 对吧 就相当于在里面 word A B C D 它是不是这样一个过程 对吧 所以说word ABCD 那ABC被复制了 地面都复制无所谓 那你发的吧 对吧 反正有这个东西对吧 不至于报错对吧 都可以哈 这是行参实参的一个区别 来哈 然后接下来哈 咱说实参 扎碎了 你看扎碎了 设计成这种形式 它有没有啥好处呢 眼不前是没啥好处的哈 但我跟你讲啊 无论你实参怎么样往里传 无论你行参 有没有把实参表示出来 这个实参 咱都有地方去放 对吧 就是你现在写一个行参 是不是后面俩值 你感觉上没地方接受了 其实是有的 对吧 在每 在每一个函数里面 都有一个隐式的东西 叫系统给你创建好了 在每一个函数里面都有啊 隐式的东西叫arguments 叫arguments arguments呢 是一个类似于数组的类数组 咱就管它理解成数组就行了 听说类似数组数组啊 arguments暂时把它列成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里面放了啥呢 放了11 放了2 放了3 这个arguments叫做实参列表 也就是说这个 无论你这个形参有没有接受完实参 arguments都会把你的实参当做一个数组存起来 对吧 就是说你在这里面 虽然说写一个形参代表了一个实参 但是23是不代表的没法执行了 不代表吧 是不代表 因为能找了吧 是吧arguments你能找的 所以在这里面咱看一下 我console.logarguments 这个console.log和document.write差不多 只不过这个console.log呢 是把这个信息打印在控制台上 对吧 把信息打印在控制台上 咱比这块展示起来看一下方便 因为控制台展示信息展示的全面 刷新 这是不数组 控制台能展示数组能打开的 这是不数组 1123对吧 这是arguments 所以说数组是不是有数组的长度 咱可以看 对吧 arguments.lens 是不是三 这是数组的长度吧 有数组有长度 咱就可以循环圈数变利 是不是拿后循环来变利的 咱们来变利 后循环 为一个i 等于等于零 i小于 arguments.lens i++ 是完事了 然后呢 我要打印出 以后咱尽量试着拿console.log去写 因为这样去看你来专业 咱们下坛课讲到对象的时候 我会给你们详细讲一下 console.log里面会出现什么东西 咱这两个先摸索着来 知道吧 就跟第一次看这个 就看他 就跟第一次看elements 第一次看也挺别扭 但后来越用越顺手吧 没差活不了了 到最后对吧 看一下 console.log arguments 一定记住 arguments是数组 所以必须加s对吧 当然人家也是这么定义的 就是好记啊 数组多个是不是加s对吧 然后加i保存 是不是能输出美味了 对吧 输出美味了 这现在是不是能求食餐了 就是无论你写不写食餐 是不是都能求食餐 对吧 是不是都能求食餐 好 OK 行吧 那咱再看哈 食餐的长度咱能求了 行餐长度咱能求吗 行餐长度 不是现在一个行餐 能求吗 能求 里面也有一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叫函数明 就是函数自己 上面也有一个lens属性 这个就代表 这个lens代表 行餐的长度 是不是1 如果把行餐长度调成 bc再加d 是不是4 行餐长度吧 所以现在咱们做一个功能 什么功能呢 当行餐大于食餐的时候 咱们打印行餐多了 食餐大于行餐的时候 打印食餐多了 对吧 怎么来判断 if some.lens大于argument.lens 打印啥 康斯.log什么 行餐多了吧 是不是行餐多了 else else if 等于写 写全了吧 some.lens小于 argument.lens 打印食餐多了 对吧 食餐多了 else 打印 打印相等 对吧 咱来试一下 玩一下 保存 刷新 argument.lens 太快了 对吧 是不是行餐多了 现在 行餐4个 食餐3个 对吧 现在我让食餐多 什么玩意儿 啊 这块写串了 对吧 是不是打印食餐多了 对吧 手一块容易抖 你懂 对吧 是不是这也没问题 再来一个 就变这样了 对吧 你说这个参数 是不是传啥都行 什么类型都无所谓吧 这不跟我说 是吧 你传啊 那样的是不是都行 只要你能 只要是变量 只要是变量的值 无论什么值类型 是不是都行 传什么都可以啊 没必要这里面传 都是一样类型的 无所谓啊 咱找事不可不定 可不限制类型 等等对吧 就不限制类型 什么都行 是不是这就完事了 对吧 这是一个基本的功能吧 现在你看 是不是相当啊 没问题 没问题吧 行了 接下来啊 我帮大家看看 什么叫食餐 什么叫 就是行餐啊 不固定行餐列表的 一个好处 现在我帮大家写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呢 叫算 我帮大家问题啊 数学咱那个exal表格 是什么 exal表格里面 是不是有サム功能 叫求和 求和好 现在呢 我让你实现功能 就定一个 咱们定一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呢 有个功能 叫我要求和 完了 就求和 咋求和啊 几个数求和啊 任一个数求和 如果我定义任一个数求和的话 你能定义行餐吗 行餐永远是有进着吧 对吧 是行餐永远是有进着 任一个数 你怎么定义行餐呢 你是不是没法定义 凡是种任意形式 你是不是都没法定义 那现在我这个功能 我就要实现任一个数求和 你传多少个数 我也给你加多少个数 咱定义个这样的功能 抽象一下这样的功能 用函数 把定义 好办吧 是不是实餐有数祖存起来了 我把数祖每位加上 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是不是实餐那边 一个放 怎么样 比如说这个实餐 比如说这个实餐里面 他放了这样的东西 12345678 我把这个数加起来 怎么办 看着他写 是不是一个放行魂 把他每一位 i小于 augments点 augments点 Lens吧 是不是i加价 然后找一个接收变量 是不是 找一个sum接收变量吧 咱最好别和他起一样名 因为咱还没学到那了 起一样名 咱得避免一个冲突问题 sum什么 result 对对对 行 挺好啊 一开始0对吧 然后呢 result 加等于 arguments i 把每一位拿出来 对吧 是不是这就完事了 咱今天是不是 今天是不是写这个比较简单吧 上的课可能是吃力点 对吧 今天看下就是 是不是就没问题 然后 是不是完事了 他需要啥 把arguments都遍离完了 是吧 循环一转圈 是把他每一位拿出来了 每一位拿出来 i个还加了一遍 是不是求完核了 求完核之后 是不是打印出这个result一般是了 保存 刷信 你到这肯定是0对吧 往里写 9 这个咱学后数吧 是不是应该45 是不是45对吧 再加一个增加的难度 是不是这样 写多少个都能求吧 是不是这个累加求盒的 就跟你讲 不定餐 是不是比定餐功能强大多了 这个东西只有不定餐 才能求出来吧 你要定餐的话 你怎么可能求来一个 什么什么东西的累盒呢 是不是求出来 除非你让用户往里面 传输组 当成一位来算 对吧 除非这样 否则的话 你想实现这样的功能 是不是很难 这是不定餐的好处吧 往后咱有很多不定餐的 这个东西啊 包括系统写的 自己定义的一些函数 都是不定餐的 就这个是 arguments的好处吧 对吧 是不是实餐列表 这里面有 对吧 然后现在问大家问题 咱探究一个东西 就探究到最深 行餐实餐 A和B 咱是不是说 arguments里面 存的是实餐列表 里面存12对吧 那现在 A里面存的是不是也1 是不是也是1 A是不是还是变量 就相当于隐式的 握一个A 等于1了吧 好 接下来 A是不是能访问 能复值也 既然说你的变量 不能复值 对吧 能复值 我给你变成 然后我看 arguments的第一位 变变 就是我想看 arguments的第0位 和这个A 是否是相对应的 就是我变 你变不变 就是我真正想看的是 你行餐和我的arguments0 是不是同一个人 如果同一个人 我变你也得变吧 如果不是的话 是我变你不变 对吧 现在呢 你会发现 它跟着变吧 是不是A变 arguments也变 现在我让arguments0 等于3 咱看A变不变 A也变吧 这个东西超过我想象了 对吧 这是啥东西 咱说只有引用值 才能两个东西 指向同一个地点吗 arguments这个的 arguments里面的这一位 肯定显然 它不是引用值 这是数值吧 是原值值 这是原值值 它怎么可能一个变 跟着一个变呢 就是说 arguments和 就是arguments的一位 和这个行餐 行餐和arguments 它确实是一个变 另一个跟着变 但是 挺好 它俩确实有这样的绑定规则 但是 它俩不是同一个变量 系统内部有一条绳 叫映射规则 映射规则 就是我变 你也得跟我变 你变 我也跟你变 这叫映射规则 但是它俩就是俩人 是吧 就是好 不不不 对对对 也可以那么说 也不能说长得一样 就是我 就是它俩的关系是 我动你就得动 你动我就得动 你动是什么样 我就动是什么样 这是映射关系 这是映射关系 但是它俩不是一个人 就好像俩哥们一样 对吧 俩哥们关系特别好 同患难嘛 对吧 不求同生 大牛 看求总总招 对吧 第一号哥们失恋了 对吧 第二号哥们紧接着把女朋友甩了 对吧 这是哎 它俩保持一个强映射关系 对吧 一般有这种关系 对吧 他俩这是哈 我变你也变 对吧 我有一口吃的 就有一口吃的 对吧 一般这样 这是他俩的关系 能动是对吧 一个变另一个跟着变 是不是有这种映射关系 对吧 有这种映射关系 所以现在他俩是挨着变的 但是 这个是不是能听懂 这块是没问题 那我家但是的 但是但是难点 因为咱这个掌握一个知识 咱把这个知识掌握到透彻 显得扎实 对吧 显得扎实 用说 其实 整个上课讲的一些东西 用说 我讲完的东西 基本上 就是已经涵盖了所有的知识点了 很细 你能把我的知识 就我都不要去全场 我整个流程 从头到尾 能把我们讲的东西 掌握到70%左右 你拿个十七八万 二十多万的offer 是没有问题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但为什么讲这么全呢 我希望你去 如果你能掌握到90% 你拿到陈志黄的offer 是没问题的 对吧 咱得有个区间嘛 咱不能说 清一色的都十多万啊 对吧 那咱 名气哪来的 对吧 咱得有名气啊 得有那种 过闹一下 三十多万 二十多万的 对吧 三十多万 二十多万的 而且啊 还趁热给你们说一下 之前都有一个规则 咱们同学 如果 每一个同学都算啊 你如果能拿到 二十五万以上的offer 陈哥送你一万元路费 二十五万offer 我送你一万路费 咱公司就这么任性 鼓励这种情况啊 鼓励这种情况 拿到二十五万offer以上 有一个算一个了 我送你路费 来啊 所以说好好听啊 我竟然把支持点 抛到最西 抛到这个最深啊 来看好啊 有一种特殊情况 是这样的 我十餐只传了一个 情餐就有俩 然后接下来呢 是不是 阿格门斯的第一位 就没值了 阿格门斯第一位 没值了 对吧 没值了 他还映射吗 我现在让 B等于R B是不是 B是个变量 对吧 B等于R 我console点log 他还看好 logB干嘛 阿格门斯一 安递饭的吧 听我说 十餐列表 出生的时候 有几个 他就会有几个 对 你让B等于R 他也不往这加了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 听懂我意思吧 这个时候 他B就当作 一个变量式了 他跟十餐不应设 因为行餐比十餐 多了那一位B吧 只有他俩完全相等的时候 他们才会有 映射的规则 不相等的状态 行餐多了 他不对应行餐了 他俩 他不对应十餐 他俩不应设 他不对应十餐 他俩不应设了 你看这块是不是多了一个 但如果对应上的话 是不是他俩应设了 或者说你拿 阿格门斯0和A的话 是不是现在还映射 0和A的话 是不是他俩现在还映射呢 你让A变成2 是不是阿格门斯0变成2 但是你让B变成2的话 B由于没有十餐传进来 对吧 B就是一个变量 当变量式 那他不会对应这个 十餐的 他俩不会应设的 看到吧 你怎么改 我十餐也不改了 十餐怎么改 他也不改了 根本就和他没读完 这样他俩不应设了 就这块是额外值点 能吸入多少 吸入多少 这样也不难吧 这一条规则能拿哪 这一条规则 你能听吧 这样咱一个函数里面 所有的规则 基本上都完事了 叫基本上都完事了 没有完事了 还有一个函数里面 最关键的东西 他不能算最 参数是最 他也比较关键 这个东西叫函数的 结束条件加反为止 叫return 还听说函数 函数为什么会执行 这个代码 执行这个代码 这个代码 执行到这之后 函数就会终止呢 咱说从视觉上效果来看 那大括号完事 是不是完事了 对吧 但程序不是这样的 程序他啥 程序他必须得识别一个语句 叫return 函数才能终止 咱们自己说没写 咱自己要没写 程序内部隐私的 加上一个return 叫终止 在逻辑的最后 终止这个函数 对不对 这个return有终止函数的意思 比如咱写一下 比如现在写一个 console.log console.log 一个a 再console.log 一个b 然后手动写个return 那肯定打印ab停了 对吧 你不写是不是也停 但现在呢 我给他写到这 这是不是在这中止函数了 这行人还执行了 没了吧 是不是停了 是不是写到return下面一句就跟没写一样 所以说return不能瞎写 对吧 写到下面是不是跟没写一样 这是return的一点功能 叫终止函数吧 他还有一点功能 还有一点功能才是最常用的 叫返回值 return叫什么 return不叫final 对吧 return是不叫final 对吧 final是最终的 对吧 怎么怎么样 对吧 包括success complate 对吧 complate是不是结束了 完成的意思 他不叫对吧 他叫返回 对吧 他的本意呢 是把一个值能返回到函数外部 啥意思呢 其实咱昨天已经看了很多函数了 这是不是叫函数执行 这个函数只不过系统内部定义的 咱没定义吧 咱是不是执行他的时候 他会给咱们一个返回一个东西 比如咱来一个123的话 他是不是给咱们返回一个 数字类型的123 这是返回回来的吧 是不是很多函数都能返回 咱们自己定义的函数也能返回 怎么返回呢 就是通过这个return返回 如果是现在 我们也想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 别的了 咱先写个简单的 咱直接就返回 返回一个123 返回后面加空格123 他就能把123给咱们返回回来 返回回来 那单值行sum 他就会把这块返回123吧 但由于你这123 没地方放吧 是不是相当于在这块直接写了一个 你123没地方放 是不是相当于写123回车 这是一个123数字表达式对吧 并没有什么卵用 你写这不报错也没用 那怎么办呢 咱想让他用它 是不是得装到一个地方去 装到一个变量里面去吧 等于这个sum 是不是这个num 就会接受它的返回值123 这个123就会被扔回来了 对吧 扔回来之后 咱是不是能用这123了 你看这个num是代表123 对吧 这是返回值的一个根本含应 而且你这块写返回值 是不是写返回值了 它也不代表中止函数了 不是 它一个人有两个作用 这块又返回东西 又中止函数 你写到下面的console.log 依然不好值 对吧 看是不是远不好值 放心 就这块又中止函数 又返回这个变量吧 是不是这样一个规则 对吧 OK 这是返回值 然后呢 咱现在 咱也写一个 咱写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叫tap 别的了 别tap了 tap没进了 咱写一个自己的number mynumber 咱的功能也是你传一个东西 我尽量的给你返回数字 行吧 尽量给你返回数字 怎么办 怎么写 是不是有参数 参数是不是一个值 对吧 一个值一个变量 对吧 变量 比如说一个 一个variable variable变量 我想把这个目标 叫tap里的吧 我想把tap里的 target的目标 把目标转成数字 你先把这个数字数返回 咱要的是返回吧 返回 先把它写这 先把它写这 到底反回啥 一会再说 那怎么写 这么多东西 这是一个任意类型的 咱转成数字怎么办 number函数对吧 咱如果不用number函数呢 隐式就叫做number函数行不 那加tap里的行不 是不是一样和掉number有什么区别吗 是不是都没区别 就没区别啊 加是不是隐式的也掉number 对吧 所以现在啊 我在这块执行mynumber 然后来个123 是不是返回123数字的 返回直接能打印在空间台上 对吧 如果说你在这 你接受一下也行 mynumber 等于123 然后再concel.log 开pop num 加空格 加上num 是不是number类型123 number类型123吧 都没问题 这是返回值的一个作用 当然你累加完之后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东西再反过回来 你说一般情况下 这个函数处理完一个操作之后 都不是说作为打印作用的吧 都是把这个函数把这个功能 比如说这个函数代表累合 累加对吧 累加完之后 它是求和功能 求完这个和 难道直接打印吗 没必要吧 是不是得返回给咱们以便于后续运用 是不是咱们一般用变量接受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因为函数代表一定规则对吧 开头啊 干嘛呢 困了 精神精神 这是函数的一个基本功能 对吧 函数基本功能 累加累合的一个功能 没问题吧 这块 这没问题 函数 然后咱往下看吧 返回值 咱也OK了 然后说一个type of的问题 type of咱说 昨天是不是说只能加括号 就type of只能这么来写 对吧 是type of它是函数 type of还有一种 type of也是返回值对吧 也是返回值 它也是函数吧 type of还有一种用法 它还可以这么来用 空格 123 空格后面的东西 它也能把它 就是和那个加括号一样的 只不过空格这样看起来不方便吧 看起来不方便 这也行 是不是也能反回那么 type of两种用法 一个加括号 一个加空格吧 两种用法 昨天怕你们混 就没讲那么多 行了 这是函数对吧 然后咱们下课休息十分钟 休息十五分钟 这十五分钟呢 还得干点事 把前三道题 这五道题你都尝试写一些 这五道题你都尝试写一些 写一个函数 告诉你所选定的小动物的教程 比如说一个函数 上面写一个参数 参数里面可以传小动物 然后里面写什么功能 当遇到什么小动物 反归什么教程 当遇到什么教 这个小动物反归什么教程吧 第二个实现一个加把技术器 哪个人是不是刚才写完了呢 对吧 第三个输入数字 逆软平输入汉字形式 是第三个 然后第四个 你可以把第三个最后做 先试一二四五 一二四五啊